大家好,我是乐乐兴 现在我在临下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八方十三郎 是叫这个名字 然后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 这个景区的一个风景吧 这里就是八方十三巷了 这个景区的话有很多的巷子组成 我后面这个就是八方十三巷的那个 地图了 那十克的地图很正常看一下 这个就是八方十三巷的一个 十克的地图 好形象啊 然后 中间那个黄色的那个点呢 就是我所处的位置了 还是挺大的 这样看来 这八方十三巷的话 里面有很多的巷子 然后每个巷子的布局都很不一样 然后这边的话有很多的商铺 因为溶水的原因呢 现在巷子是有点湿的 然后八方十三巷这边呢 是这边里面的居民呢 都是回族为主 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 原生的回族人啊 在这边生活的一种 比较原始的风貌 这就是回族以前的一些历史的雕像吧 然后这个巷子还有名字叫 这个字不会多 大 大 大嘎来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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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巷长的话七百 米 然后 有二百 八十三户居民 一千五百人在这里居住 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本地的一些居民了 然后 昨天下的雪呢 到现在都没有溶 这个巷子还是蛮整洁的 反正看不到有垃圾 就很干净 然后八方十三巷这边呢 是可以骑车和带狗进来的 所以还是挺方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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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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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